墨爾本 嗨大家好,我是Abi 這次來到墨爾本啊 已經是很久很久了 昨天的話我覺得是一個蠻累的班 因為昨天的時間是 大概晚上九點的時候準備 然後十點出門 飛機起配時間 是今天凌晨的一點 然後到 澳洲時間 墨爾本時間的十一點 新加坡時間來講的話 是凌晨的一點 飛到早上的八點 等於說呢,平常我睡覺的時間 就是都在工作 昨天的飛行呢 也是蠻特別的,是我第一個 自己獨立飛行的大飛機 昨天因為是 就是night flight嘛,所以其實 還蠻ok的 還蠻上手的 希望我多飛幾次就可以跟上手 畢竟我是有經驗的組員 以前的東西不可以都玩光光 以前我也飛了兩年 我這次還蠻意外的 就是 我已經整個晚上沒睡 然後現在又是 大概中午的新加坡時間 然後我還超有精神 但是更有精神的是 我的其他的組員 竟然就是直接沒休息 就直接出門了 但是我呢 這次回來當空腹員 有告訴自己不可以這麼拼命 以前的話就是為了拍影片 為了能夠去旅遊 所以還蠻長 就是像這個時間 整個晚上沒睡 然後直接到一個國家 然後就出門 然後就玩一整天 然後再晚上回來睡覺 我覺得我不行了 我現在年紀也不小了 為了我自己的身體健康著想 我要讓自己先休息 所以呢我現在就是計劃 先睡個一到兩個小時 澳洲時間 四點左右出門 然後再去一些以前我去過的地方 看一下我的房間吧 這次住的蠻美的 而且在很高的樓層 這次的床又是雙人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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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 等一下會不會睡到 起不來 晚安 睡了一個小時 現在時間是 下午四點 現在人還是有一點 香香的 今天的主人其實都蠻好的 他們都有約 一起出門啊 然後一起吃晚餐 但是呢我就是 告訴自己 我今天 一定要自己出來拍影片 然後出來 冒險一下 我真的還蠻享受 就是自己在國外 然後也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麼 就是隨心所欲的感覺 那就一天啦 然後明天的話就是 就是可以跟主人吃一吃飯啊 或者是做什麼都可以 今天就是好好的享受 我的Meatime 我現在有點傻眼 因為我導路要去市中心 結果 通常我們都會搭輕軌 然後只有他導我到去做Bus 沒有做過Bus 因為今天做的這個呢 是Melbourne 它是新的Hotel 所以呢 我也沒有來過 不知道Bus Bus可以怎麼付錢 這裡怎麼比新加坡還熱欸 天啊 今天下午4點 我現在要搭巴士了 不夠Hotel 結果 公司 只能夠用搭智能卡 不可以用 是用卡 不可以用Hotel 可以嗎 這個大堆人好 我說 叫我先上來 我剛剛下公車 司機大哥在後庭 現在人到了 Melbourne的China Town 剛剛那司機真的太暖了啦 我就問他說 可不可以現金或信用卡嗎 他就給我一個微笑說 沒關係 你之後可以在7-11 或者是哪裡可以買到 你先上車吧 這樣 超級sweet欸 我以為要被趕下車 我以為要搭那種輕軌才對 印象中應該要搭那種輕軌才對 只有剛剛坐到Bus 我好餓 我想吃火 火在哪裡 我過去地絕對走到一個金點 Royal Arcade 看一下有什麼 這裏有賣咖啡 還有賣球形 還有這個 這個我吃兩隻 選擇來西這邊 雖然價格也不是很便宜 但是這個就是我吃 好吃 吃飽了 他很棒的地方是 他可以用Apple Pay 所以我就不用付到千金啦 我現在要衝去圖書館 圖書館 圖書館原來6點就會關門 現在是5點半 以前都一定會來維德利亞圖書館 我們先看一下吧 看到了 現在比較秋一點 邊逛街然後邊走去圖亞牆 突然到了一間大賣場 大家看我今天的金錢狀態不是很好 前見亮 吃襪 放假 原本10塊 現在只要5塊 買給我的同學 我買了襪子給我的DESAME 對阿牆的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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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10塊就5塊耶 差超多的 我需要去買一個Boost 究竟找不找得到呢 我買不下去 Boost不是澳洲的嗎 怎麼比新加坡還貴 2塊 1塊 1塊 2塊 4塊 4塊 5塊 2塊 4塊 3塊 1塊 1塊 5塊 我走到了 Flinders Street Station 等一下可以坐70號的輕輪回去Hotel 它是在不用收費的區域 不然的話就要騎這個老闆車的車 我們到了咖啡街 現在好像有點晚了 正常來說應該這邊都會坐滿人喝咖啡 現在已經有點晚了 現在已經晚上了7點半 這一瓶牛肉 30幾塊台幣 天黑了 吃完晚餐回去睡一覺休息 看一下墨爾本的唐人街也蠻好吃的 這邊很多市的有火鍋 烤魚 韓式料理 麻辣燙還有螺絲粉 都蠻多人的 我現在來到一間賣標標面的店 因為這裡很空比較好味 然後太想喝可樂了我還是點了 所以我現在價值觀真的有點混淆了 我的午餐盒粉跟晚餐 花了各四百塊 但是東西就是一個盒粉四百塊 然後我剛剛點了一個肉夾盒 然後還有一個肉很好 跟一杯可樂 這樣一個套餐的話也是二十塊 就是四百塊台幣 我今天就是一天餐可以就花了一千塊 我今天就跟我的主人分享說 吃台灣的腿 一碗五塊新幣以內就有了 就是大概一百塊就會有 然後他說應該要不好吃吧 我說那個都是越南的朋友煮的 怎麼會不好吃 很好吃 台灣雖然說薪資可能沒有到這麼晚沒到 但是消費真的 比起國外真的很好很多 一餐真的就是要台幣三十百塊 就一餐欸 很基本的一碗麵 肉夾盒豆腐腦跟可樂 會點這個套餐 因為我想吃肉夾盒 然後也想喝可樂 然後它這個套餐裡面就有一個豆腐腦 我沒吃過鮮豆花 所以我就點了 結論就是吃得太懂 鮮的豆花 就是豆花放在牛肉麵 這湯裡面的味道 外面很酥 然後裡面沒什麼味道 現在時間是澳洲的九點半 新加坡時間的六點半 準備回Hotel休息 明天的話我會好好休息一整天 然後可能去吃個飯 就在飯店裡面 然後晚上的話就會飛回新加坡 今天是第二天在墨爾本 我和台灣的學妹來墨爾這邊逛逛 然後再來我們的飯店附近 就有美妝店 然後還有橋室 很方便 然後這個襪子 我又找到了特價的襪子 我要買給我同學 這趟買了九雙的襪子 現在要來買一下 我們的晚餐 還有在機上要吃的食物 對啊 早上呢跟我的台灣學妹 一起來這邊的夢走一走 這邊就在飯店附近而已 然後呢 現在她回去先睡覺 先休息 然後我要找個地方吃午餐 這裡有賣盒 但是一碗也是400台幣 我要吃我的午餐了 看起來超最餓的 超滿的 有羊肉跟雞肉 薯條在上面 它薯條超好吃 很脆嫩 肉超大塊 跟大家介紹我出門的水壺 超方便 超方便 好醉了 突然想到 四月呢 台灣會有 就是庫航的招募 所以呢 很快就會有 學弟學妹會來 然後我也 留在我IG 就是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想問的問題 所以大家如果想看的話 可以到我的IG看看 那影片到這邊結束喔 下一次的Fly是去Narika 就是東京 希望也可以拍影片跟大家分享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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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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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